他衣衫来旅,却捐出五百六十亿。 影视慈善家。 说起慈善事业,想必大家都会想到慈善界的标杆人物,巴菲特和盖茨。 但你可知道在慈善界,这两位大名鼎鼎的巨富慈善家,都是同一人的粉丝,而且将他是做慈善界的英雄与老师,一直紧紧追随他的脚步。 而这个八十六岁,身家千亿的老人,虽经营着全球文明的DFF奢侈品免税店,浑身上下却没有一件奢侈品,简朴的程度令人咋舌。 我的手表跟劳力士一样准时。 有次会见爱尔兰首相,他竟然戴着覆破旧的眼镜,上面夹着一个别针,这眼镜还是他当初从街头杂货店里买来的。 他曾在伦敦、巴黎、纽约公园大道,有六处豪宅,如今,一状也不留,和妻子窝居在旧金山租来的一居室里。 没车没房,出行就成公共汽车、地铁,七十五岁前乘飞机,只坐二等舱,后来膝盖老化,止不住的颤抖,才开始坐头等舱,头等舱也不会让我先到某地。 而饮食方面,我可以去高档餐厅,一顿吃掉一百美金,但二十五美元的饭,已经让我相当满意。 他有五个儿女,在假期时,他们都得到宾馆、饭店和超市打工。 女儿贝利十几岁时,有段时间打了不少长途电话。 他父亲发现常常的话费账单后,立刻切断了电话线,并在家中贴出了一张本市地图,上面标出了附近的公用电话。 他就是查克贝尼,一个几十年来,隐姓埋名做慈善,自己却衣衫褴的慈善家。 查克并非出身于富裕家庭,他的父亲是一名保险业务员,母亲则是一名护士。 但小小的查克,很早便展现出经商头脑,他会在圣诞节制作精美的卡片出售,也会在暴风雪季,组织几个朋友提供蝉雪服务。 高中毕业后,他加入美国空军,依靠军队提供的奖学金,还考取了著名的康奈尔大学。 不过让人大跌眼镜的是,这个名校毕业的学生,好像对做学问并不感兴趣,一毕业就和在大学认识的好机友罗伯特米勒,跑到船上向船员兜售年税烈酒。 这还只是小意思,利用之前在军队的身份,他还向驻扎在欧洲和亚洲的美国士兵兜售汽车。 1960年两个穷小子,建立DFF,全球免税商店,仅仅四年后,就扑展到了全球27个国家。 战后经济飞速发展,旅游业兴旺发达,许多国家都放宽国民旅行的限制,像当今的中国旅行者一样,当时欧洲、美、日等国家的公民手里,有充足的现金。 他们带着大把的钞票,到世界各地买买买,而查克则瞅准时机,在全球各地的免税商店,竞购香水、明表、皮包等等奢侈品。 还聘请漂亮的姑娘做导购,给带来游客的导游发工资。 感觉我们今天玩的,他都玩过了,但是1988年,他就从生意中,获利1.55亿美金,这在当年可是十分惊人的数字。 不过这个家伙却并不爱钱,尤其不爱花钱,但这样一个不爱金钱,不贪图享受的人,当初为什么要费极心思积累财富? 或许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观点,可以给出答案,尘世的成功证明着上帝的恩宠,捐寄冲动与宗教情怀,可以是相互支持的。 拥有巨额财富的查克,为了更好管理自己的财富,成立了大西洋慈善基金,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捐助。 不过他做事却相当低调,是那种刻意匿名的隐世型慈善家,捐助上百亿,却几乎没人知道他的名字。 首先为了避开美国法律,关于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,他跑到远离美国本土的百慕大群岛注册。 注册基金会的名字,没有使用查克贝尼,或以他相关的人的名字。 他甚至要求基金会的员工,不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工作。 根据他的科克要求,接受捐赠的机构,不能为他放置一块名牌。 捐赠的受益者,大多不知道资金的来源,知情者则必须签订保密协议,若向外界透露有关消息,资助将停止。 如此苛刻的隐性捐助,甚至一度让受捐5.88亿美金的康奈尔大学相当苦恼。 当时的校长罗德先生说,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向董事会解释,这笔钱并非来路不明,他也不是来自黑手党,或者恐怖分子。 这样的隐性慈善事业,一作就是几十年,直到1997年,全球奢侈品年税产业开始降温,常赫也决定激流永退。 他的免税购物连锁店,被法国奢侈品巨头,以35亿美金收购。 这样重大的收购案,免不了重要信息的披露,公众这时候才知道,查克的股份已经转交大西洋慈善基金会, 他捐赠的数额,竟然远超麦克阿瑟、洛克菲勒等家族设立的鼎鼎大名的基金会。 全球慈善界已然震惊。此后,隐性埋名作慈善,显然已无法实现, 但他和他的慈善基金会,仍然保持低调。 不专门发布捐助消息,拒绝设立各式名牌。 资助建设的大楼,不能用他的名字命名。 对此他说,谁建起楼房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楼房能建起来。 埃尔兰著名传记作家卡诺,被这位隐形富豪打动,他跟随查克两年写出了, 不是亿万富豪的亿万富豪,查克费尼如何秘密的聚财和散财。 查克说,上帝那里没有银行,每个人都是赤裸裸地诞生, 最后又截然而去,没有人能带走自己一生苦苦经营的财富与盛名。 人们习惯于赚钱,成为富人对大多数人都很有吸引力。 我并不是要去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, 我只是相信,如果人们能为公益事业提供捐助, 他们将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。 在记者的采访报道中, 巴菲特和盖茨也承认自己将查克是做模范,榜样。 目前,查克正以每年4亿美元的速度散财, 最终他的基金会将捐出80亿美金,约560亿人民币。 在他看来,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需要帮助, 因此,捐助来不得半点言误。 他笑着发誓说, 这钱要是不能花掉,我死了都不能瞑目。 向越南儿童提供交通安全基金。 有一次,他在一处后诊室里, 见到了一名准备接受手术的女孩, 女孩用手掩着嘴,掩饰不住激动与期望。 做完手术后,他微笑着, 似乎在说我现在再也不是你以前看到的那个样子了。 查克说,他在这样的时刻才会觉得, 财富是有价值的。 他还为古巴的培训医生, 购买大量医疗用品, 为控制非洲的瘟疫和疾病, 住住巨额资金, 这样的慈善事业不胜枚举。 这些钱去了哪里, 他们起到了怎样的作用? 因而每一笔钱投向的慈善项目, 都会持续跟踪。 如果富人手握财产传给下一代, 这无疑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麻烦。 今天的钱就应该解决今天的问题, 后代有什么问题, 应该由自己来解决。 因为,果实布上没有口袋。 图片源自Google, 资料源自书籍, 维基百科。